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2日星期二 是2024年1月第一个假月天 股市表现真的令人很失望 因为早市先曾经轻轻高开 而且指数一度突破50天平均移动线 但之后升势无以为计 不单止是这样 而且沽压不断涌然 结果日中的指数曾经跌近10天平均移动线 待会在座分析先看看指数 恒指早市先轻轻高开87点 去到17,135点 这个亦是今天暂时的高位 事实上在这一刻 指数轻轻达破了50天平均移动线 50天线现在在17,087点左右 但是技术上虽然有个突破 问题就是买盘是却步 而且高台的沽压开始渗变 代表什么? 代表市场人士根本上就没有信心 而投资者的入市意欲也持续偏低 就是说有突破 大家都是你眼望我眼 至于持住货的 趁高一点都是走 所以令到大市 反复的势头暂时很难避免 在零税沽压涌现之下 市况就跌下多些 最后到下午3点左右 已经一度跌了322点 到16,725点 要留意的 10天线现在大概在16,696点左右 20天线大概在16,556点左右 以指数在16,725点左右 其实暂时来说 恒指仍然站在10和20天线之上 技术上暂时来说 都是属于一个断定的形态之中 不过如果明天再反复 后天又再反复 一旦指数跌穿10天和20天线 即是代表整个市 又再回复反复肉市底的格局了 现在所谈的底 暂时来说第一个应该是去年 12月11日的低位15,972点 事实上由这一刻开始的股市的上升 到今天早市的高位17,135点 技术上都是属于一个急跌后的 小小的反弹回升 其实意义不是那么重大 因为以往指数突破了50天线之后 成交量就撞了 然后在动力支持之下 股市会进一步向上推升 甚至挑战一条100天的平均移动线 那时市场的信心 或者投机性的信心 是会稍微有一阵的涌现的 但是我们今早真的见不到的 第一 经过价钱 腾讯政策出来的事件 大家都知道了 当天腾讯急跌到263.8 大家记得了 网易也急跌几十元 到110多元 就是经过这一日的急跌之后 经供资料 大家都没有信心 虽然腾讯回到300元 网易也回到140多150元 但是那一下跌下来 杀伤力大得很厉害 换句话来说 就算现在断定下来 投资者或者省区 都是对大市有戒心 怕着明天后日 政策不知何时又再出来 很多时候大家都要明白 我们看过股的技术分析 是从过去一段时期的走势 来做一个推算的 至于现在的什么业绩 市盈率 股息率 所有的东西 这些全部都是历史 是去年的业绩 我们拿来做参考 去判断 在现在的市况和形态之下 对后续股价 会带来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 但是 无论我们怎样去做一些技术分析 无论我们怎样做一个基本因素的分析 一旦有一个政策出来 所有东西全部要靠变责 所以暂时来说 你说市场虽然是今早稍微涌高一点 其实投资者入市的意欲和信心 真的要给点时间 没有那么快可以恢复回来 这个大家要留意 大家好 今天是1月2号 星期二 是今年第一个教育天 股市表现的确是令人很失望的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角度恒生指数先轻轻地高开 87点到17135点 这个也是今天暂时的高位 而且在这一分钟 指数也轻轻地升破50天线 可是虽然说 基础上来说 好像是有一点点的突破 可是问题就是买盘不足 还有股盘也不断地 一点一点地出现 结果整个股市就一步一步 不断地往下调 而直到下午三点左右 指数已经曾经一度 跌了322点到16725点 当然今天才是月份第一个教育天 很难跟大家说 这个月的股市是先高还是先低 可是相对现在指数 在16700多点看起来 距离今天的高位17135点 好像是比较远 反而进一步往下 是10天跟20天线的机位 还是比较高 所以接规的走势 虽然说暂时不能够很定 可是看起来 先高后低的走势 可能还是会初步出现 不过当然 我们还要多看几天才能 看到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再看一下 10天线现在大概在16696点 而20天线现在大概在16556点 相对现在指数在16700多来看 只要指数再进一步 就仿佛几十点 我想10天平均移动线的知识 就会受到考验 当然一天指数还是在10跟20天线以上的话 问题是有 可是暂时也不会太大 可是要是说在未来一到两个教育天 股市真的进一步受压 而跌圈10跟20天线的话 那等于说在那一分钟 再往下看的另外一个知识 就要退守到上个月11号的低位 15972点 这个也是去年全年的低位 等于说整个股市 现在就要看看10跟20天线的防守性 到底是怎么样 很多人说从三级熊市开始出现的下跌 最低的指数就是2022年10月31号的14597点 另外一个低位就是上个月11号的15972点 好像是高低脚已经出现了 可是要恒定节点 我们还是要等到指数能够进一步 升破50跟100天线 当然最重要还是250天线 才能够说这个高低脚已经出现 可是现在真的是不能说 只是基言指数暂时来说 还是在10跟20天线以上 我们就看一看未来这几天 到底恒定指数能不能够 还是稳守在这两足平均移动线之上 有一点大家要留意 一旦跌圈10跟20天线代表整个股市 又在进入一个反复 不断往上寻找低位的走势之中 所以暂时任何的布局 还是保守一点点 一直以内 我都说尽量保留现金 就算是要做一个短线炒卖 也只是轻轻的投放的好了 当然赚的是开心的 亏的也一点点要止损离场 毕竟现在整个股市的细分 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 这个大家要小心 大家记得点赞 留言 订阅 按下小铃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下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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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